他说10点钟可以 早上10点到下午 早上8点 要下午跟警察 他们协商很厚 然后确定可以进去才做 签竹是封益勤空会火警后 原本通知住户可以回家拿东西 但官委会拦人 要等火雕壳进去后才行 有住户车停在勤空会地下四楼 想回去开车也没办法 但住户等不及 担心农烟对屋子造成影响 一打开一门就变后 又火花就进来 就把门关起来了 关到清晨7点钟 然后他们的阳台被人家救下来 地都是黑的 都是水 花一大笔钱装潢了 我们这种的口网也住不下去了 因为戴药心 才刚花百万装潢 现在却布满胶油 戴药心等有毒物质 后续处理很烦恼 师傅安置31户 共110人占住旅宿 其中勤空会23楼的住户 回想起当时的情形 仍然惊魂未定 等了十几个小时 晚上一直等到就是隔天 所以其实还蛮煎熬的 它那个浓烟其实 那个味道很浓很呛 所以我们已经退到 就是在浴室的空间 再没有援助的话 就是我们真的会受不了 经历受困的金魂 来到安置所的住户身上只带简单的生活用品 12楼住户全身家当只有这一个塑胶袋 还等着要回家拿东西 真的是很感谢消防队员 我住12楼慢慢走楼梯到那个8楼 那个阳台坐阴梯车下来 另外有工程师住户经历了一天一夜的疲惫 正向的说遇到了还是要面对 只是要回家还得等好一段时间 不可能太快 对 一定是要好周的时间 这起火警中 两名消防员应勇殉职 不少民众不舍主动送花来 另外有消防同仁致意 也让家属认不住累 我们新闻孙宗容 卢品农志鸿生 彭新美 徐宇晨新竹报导